看看这个是什么家人们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地皮菜呀 这像我只在网上见过 今天菜商有卖的 这个婆婆说地皮菜 炒鸡蛋或者凉拌的话都特别好吃 她一个人就能炫一盘子 十块钱一斤我买了五块五毛钱的 买完之后旁边还有个热心的阿姨跟我说 这个菜千万不要放味精 因为它本身就特别的鲜 什么辣椒胡椒都可以放 就是切记不要放味精 我心想也就是阿姨不了解我的做菜风格呀 我做菜什么时候放过胡椒和味精呢 对不对家人们 回家我再把它洗一洗哈 我是第一次弄这个菜 这个看的像什么 紫菜 海带 算了不管它像什么 我今天要把它弄得吃掉 虽然那个卖菜的婆婆说 她已经把它洗得很干净了 但是我又把它洗了几遍 接下来我再打上几个鸡蛋 我就炒鸡蛋好了 毕竟现在这个温度也不太适合吃凉菜呀 然后咱们起锅烧油 我用上炒青菜的最高鲤 猪油 再倒入鸡蛋 巴拉巴拉滑几下 把这个鸡蛋炒熟之后 咱们省起来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再次烧油 倒入紫菜 哦不对地皮菜 哎呦 我这个油顺序是不是搞反了 我怎么用猪油炒地皮菜呀 怎么炒成鸡蛋了 哎呦 上了上了 反正都要放一起炒的就这样吧 先加点盐 再来点生抽 然后把它们翻炒一下 把这个调料翻匀一点之后 再倒入鸡蛋 这个碗里面的鸡蛋不要浪费哈 来来来来 把它擦一下 弄点鸡蛋 再弄点紫菜 地皮菜 对吧 这个碗擦干净一点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接下来咱们再加 难得 嗯 这个菜已经炒得很秧了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 应该是熟了吧 咱们再加蒜苗 好 我来尝一口看看哈 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这个地皮菜 对 来尝一下 嗯 哎呦 味道还挺好 真的是很嫩呢 这个味道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木耳 但是比木耳又嫩很多呀 一个字 好吃 好咱们起锅 省起来省起来 嗯 好香啊 哎呀 这个颜色也还可以吗 不过好像差点红色 如果来点红辣椒作为配色 应该会更好看呢 我今天这个地皮菜炒鸡蛋 怎么样了家人们 嗯